很小的 來,我們做夏枝 夏枝 家媽媽在研究搞什麼呢? 在搞什麼呢? 在研究 好,夏枝 夏枝 夏枝喔 夏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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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枝 洗腕 然後按壓刺激 然後完了以後呢 通常我們就會逐步 抬竹根 握竹根 然後頂腳掌 我不曉得你是不是也是 就是學了也是做這些 抬竹根 頂腳掌 腳掌然後把這個角度 進程的往上拉 握竹根 頂腳掌 然後慢慢的往上 然後關節跟器官節 曲曲 曲起來 然後關節 大腿 然後像肚子 靠近肚子 然後器官節 器官節 腳都縮小 然後腳掌靠近屁股 腳跟靠近屁股 然後把這個角度 拉直 彎曲 拉直 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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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用抖動的 那通常就是也要把這半邊都做掉 這半邊做完這半邊做掉 那以前我的工作常常會 因為大部分是治療區 它有一個比較硬的 通常床比較軟 不好使力 那我們通常就是 腳呢要想拉出來 然後人呢就去頂 就是讓它大腿是撇開的 那通常大部分都有激剛力 才需要做這些 那那激剛力都一擠 那因為我們人在兩腿中間 容易是粗粒 那像它是人力量這麼大 也因為它腳部比較小 如果是在墊上區 如果是硬的 我就爬上去 然後也是一樣 跪在兩腿中間 然後就跟它推 然後把它腳 放兩邊去一次 對 輕輕推 其實每天可能增加一點 每天增加一點 每天增加一點 然後眉頭皺得很緊 應該很不辛苦 嗯 你知道我那時候怎麼樣 我爬上去的 然後因為那時候 線角度還比較大 今天就很小 我就把我的身體這樣 我把我的頭 放在那邊兩邊 因為我的手拉不開 所以我就把我的頭 放了它兩個腳 沒有啊 你的腿進去就可以了 我沒想到 因為跪上去以後 我們腿進去 然後一邊用身體 一邊用 然後再可以的話 我的兩個腿進去了 然後我們 像激張力太緊 我們也開始了 有時候真的太緊了 可是我們做對象 通常會清醒的啦 它自己沒辦法控制自己激張力 可是它又 它不放鬆 它就接下來運動都沒辦法做 那我們也可能會 用自己的身體把它頂開 之後 我再墊上去 它頂開之後 我用一隻腳去 壓在它的大腿 然後我們去把那個角度撐一下 然後整個激張力 然後它被施放過之後 它後面運動就比較做得出來 會軟 你看 那通常做完喔 做的時候 就像推拿一樣 做的時候會痛 可是做完之後是鬆的 它整個人不舒服 嗯 再請問一下 我像這樣的話 真的沒有這個場地 那我們要怎麼做 我曾經教過家屬 買大的墊子 每天拖地 然後要做一種什麼 墊子塗上去 我沒有辦法把它從地上 再弄上來啊 媽媽很輕啦 找兩個人就抱得起來 那一般齁 會見 那或者說媽媽就給他 他腳就出來 出來我身體就擠進去啦 嗯 如果說用個大枕頭 他睡覺的時候 把它放在那個中間 OK 現在是這樣 剛剛是這樣 可是那個枕頭 效果有限 因為枕頭畢竟是軟的 它激張力會持續整甲 那我們重點不是 把這角度維持住 而是如何拉打它 它才會越來越小 你如果只是把現在的角度固定 那你換尿片啦 翻身 總要拿掉 你拿掉的時候 它就往裡面靠 那我們的重點是 每天做運動 是為了要拉大它的角度 嗯 拉大才能維持 嗯 你以為這個角度 放過固定的東西 它就維持 沒辦法 它就會把那個中間的密度夾點 嗯 嗯 會很緊很緊 所以還是可以把它放在地上 然後把它做完了以後 再找人 一起幫它 放上來 或者是 我們要乾脆就 就像要下床之前一樣 然後這邊都弄好 都要撞到頭了 然後弄好以後 我們就讓它 兩個膝蓋在這邊 然後我們身體 就膝蓋在這邊 我們身體就進去 幫它躲 嗯 就幫它撐 嗯 幫它撐 然後就是 撐的時候就來拉長 然後 還有可能鬆得掉 嗯 嗯 這個會影響到照顧 嗯 這個會 這個 就是肌肉的緊張啊 還有那個 嗯 關節的角度啊 會影響到 嗯 最基本的照顧 嗯 甚至是它的 行動能力 就是說 穿脫衣 還有夏天手 等會感濕的 然後尿片處理就沒辦法 很乾淨 嗯 那個 排泄物會殘留 這個角度很難弄 那 就沒辦法 很 很放鬆的讓工作人 去把它整個拆乾淨 嗯 好 是 這樣 媽媽 會不會人 很好繼續 去 嗯 大概是這樣 就是關節做完了以後 嗯 空關節的角度拉完了以後 正常的都是一個側邊做完 然後做一個側邊做完 然後做一個側邊做完 然後完了以後去拉角度 嗯 好 那一個側邊呢 就涵蓋 空關節 脊關節 脊關節 我們剛剛只是說 握手 好 然後頂 頂著竹頂 然後拉這個角度 然後還有包括指關節 哦 指關節 然後腳掌 腳掌 好 所以因為也滿硬的啦 嗯 好 如果說正確的做法 就是才再初期 就整套東西都做上去 就是每 這個都 這個是 要花很多心思啦 一秀方還要難 嗯 那你們那個養護手 有這樣做 欸 我們現在進來 目前需要這樣做的只有兩個 哦 只有兩個 你自己把他蓋起來了嗎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個案 好 都是以運動 以運動為主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是訓練 譬如說 他手進來還能動 我們就會 教著他用監測器 或換測手 然後監測 監測 當然是沒問題 下肢啦 換測我們就是練距離 那我們目標的話 是以區塊跟下肢行走 好 那不一定能練到行走 可是他 他的 譬如說 他的活動度啊 或他的角度啊 可以維持 他不一定能行走 可是力量可以慢慢上來 好 有可能是坐得比較正 好 或者說服務 別的東西可以站直 好 或者說 蹲把桶的時候 比較不會外向一點 嗯 像這些都是 回家 對回家 他會 家人會減輕照顧的負擔 嗯 就是教一些運動方法 讓他去做體驗 嗯 嗯 好 嗯 好 這個 找到這邊 讓我幫他 移回去嗎 沒關係 沒關係 可以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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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